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熊猫军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视频的主题 烧红的铁球放进汽油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先来做个预测 认为会燃烧起来的扣个1 认为汽油会沸腾起来的扣个2 认为会发生爆炸的扣个3 认为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扣个4 认为我是一个靓仔的1234随便烤 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旁边现在非常的吵 但是没有办法 麦子收完了 已经要中水到了 用我手里的设备好像永远都不能把铁球烧红 这可都烧了5分钟了 好吧应该差不多了 虽然它是没有红 但是温度可是相当的高 我们拿一张纸来试一下 直接烧起来了 直接烧起来了 导致了这个铁球跟汽油接触的面积非常的小 然后汽油也并没有发生类似于燃烧或者爆炸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容器装汽油再试一次 问题是这个铁球怎么拿出来呢 刚刚我准备用这个水龙头把这个杯子洗一下 然后它就碎了 这次用这个来装汽油应该不会放不进了吧 这个水龙头能设定 注意这个水龙头 是什么 那么你就已经喝了 你觉得装着 为什么 这边就是这边 太决定了 它是什么 在这里 放开 好的大概是沸腾了五分钟左右 基本上已经趋于平静了 好吧通过今天视频我们得到了两点结论 第一点烧红的铁球放进汽油里面 汽油并不会发生燃烧或者爆炸 汽油是会沸腾起来的 第二点 熊猫君是个亮仔 好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大家给我多多点赞呀 有大家更多的点赞支持 我才有更大的动力去为大家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拜托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奇思妙想或者有趣好玩的东西 欢迎你用私信或者评论的方式推荐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